好 镜头带您转回台湾的国内 来看到园林北港有一间药局 从2019年开始 他们是接连设立了两处C级的巷弄长咒站 但员工就要投诉了 因为药局的黄庆负责人每个月 他们是可以领十多万的政府补助 但是呢他们却急欠这些员工的薪水 是长达了八个月之久 甚至呢在两个月之前啊 这间药局突然就铁门绳锁了 负责人就因此人间蒸发 员工是求助无门出面投诉 希望政府可以帮帮忙 协助他们讨回基欠的薪资 园林北港这间药局铁门绳锁 原来药局黄庆负责人遭员工控诉 基欠多个月薪水 甚至在两个月前就人间蒸发 完全找不到人 今年一二月 因为我们没领到今年的钱 招清款员工投诉 黄庆负责人开设的药局 从一百零八年开始 陆续设立两处西级 向农长州站服务在地长者 每个月领取政府十多万补助款 但员工怒轟 他们不仅交集欠八个月薪资 连年终奖金以及资钱费都没有 负责人甚至还向长州站长辈 八月上课的费用 十一月才会领到八月的展示费 所以我那时候的薪资也是 他也是用这种方式给我这样 都会拖个几个月才会给支付薪水 是的 是的 之前就有收过法院要求要扣款的一个公文 知情的话应该马上终止契约 卫生局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有他的缺失 药局的家属才跟我们反映是说 这个负责人在二月二号失踪 赵福源也有在今年的二月九号 云林县卫生局也回忆 劳资纠纷被害人向法院提告 局内也提供所需资料 强调积极協助中 检方忠诚云林报道